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前一段时间视频没怎么录 主要是因为家里有事 接下来视频,尤其是晚上的 还是会给大家正常更新的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行情 首先对于指数 对于指数,大家就基本上不要抱太大希望 因为你涨得过快,涨得过猛 基本上就会被打压 当然目前压制指数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汇率 我们看到最近人币汇率明显贬值了 它不是说贬了一点,它是贬了不少 你看,其实很正常 因为大家知道放水 放水就是因为钱多了 钱多了,钱就自然而然变便宜了 钱就不值钱了,那就贬值 你要明白现在我们这个人币汇率是7块1毛3了 你要是再出什么招 比如说再放水 那贬到7块2,7块3 那又有非常大的压力了 之前大家还记得吗 人币汇率是跌到6块9 跌到7 那个时候我们是很出政策 猛出政策 为什么不担心人币贬值 你要是贬值贬值过猛 那资金就会流出 所以说人币汇率的持续的贬值 基本上压制了 它基本上压制了 就是政策进一步释放的 或者是大规模释放的可能 你想想咱们一股都涨了一波了 你要是出个小政策 不痛不痒的 那基本上没啥到要用 对不对 你只有出大政策 大力出奇迹 这样才行 所以说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还要防范一下 11月5号的吧 11月5号 大家知道老美那边就出结果了 就几天了 今天都28了 等我们下个星期 回来人家就出结果了 咱们肯定还是要留一点政策 防范一下老美一上来 搞个什么新冠上任三马火 所以说指数 一个是人民币汇利的原因 第一个是老美的原因 估计就这样了 但是你不影响什么呢 你不影响大家炒股 压制指数 所以说你会发现 最近权重股明显被压制了 什么证券银行 保险 煤炭 钢铁 这些大市值的 什么电力 这些大市值的 基本上最近都没有涨 涨的就是什么体财股 小盘股 尤其是亏论股 腰股 横行 今年接近300只公司涨平 最近龙头战法 龙头战法 那这样就是大行其道 你只要在这四个龙头 买那种人气比较高的 这个可能跟新股民的大量加入 也是有关系的 你说 最近有没有新股民的加入呢 肯定有新股民的加入 那这些新股民 他有很多又不知道 你说 你跟他说中国神话 谁是中国神话 不知道 你跟他说长江烈利 我不知道长江烈利是谁 但是你跟他说 哎呀 最近最牛的这个 长山北冥 最牛的这个海海灯达 哎呀 这各种自媒体一炫 他就知道这个 别的他不知道 谁找的猛 那他就干谁 最近最近很多 这个体财股的强势 有可能跟这个新股民的 涌入也有关系 主要现在自媒体 对吧 大家也懂了 所以说呢 指数是指数 个股是个股 然后呢 今天的这个指数方面呢 北正 北正呢 今天调整的 包括创业板也是调整的 主要原因跟这个 应该是有关系的 就是华夏北正 武林成分指数基金 宣布限购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说 2021年的时候 当时也是很多公司 宣布限购 然后呢 指数就哗哗哗跌了一波 那么这一次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事成相识的感觉 北交所实在是太猛了 短时间只做翻倍了 只做翻倍你知道什么概念吗 只做翻倍就相当于 大盘中3000点翻到6000点 那只做翻倍 各股都翻好多倍啊 很多都翻两三倍啊 那 北正呢 限购是很正常的 这其实就是政策 知道吧 就是 大家知道炒股 咱们这个A股啊 它是跟政策密集相关的 它不是一个什么 它不是一个 纯粹反映市场化的 它是跟政策有关系 你比如说最近 最近很多很多经济数据 周五周六 周日出来的那个 经济数据 有一个好的吗 没有一个好的 但是影响A股涨了吗 没有啊 对吧 它没有这个 它没有一个影响A股上涨的 因为咱们这是政策 人家说了 经济数据越不好 越加拿次级 经济数据越不好 对吧 这个股市越不能跌 因为跌了经济数据更不好 只能对吧 通过股市 然后跨大消费 这个东西 我以前也不理解 刚好呢 刚好呢 我是个文科生 跟大家稍微讲一讲 就是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 就是我们的历史 就是世界的历史 就是我们的历史 是自己的历史 世界的历史 是世界的历史 我们的历史 和世界历史 还是不一样的 我之前跟大家举过例子 就是印度 大家知道印度 因为印度将来是 最有可能挑战我们国家的 但是印度呢 他没有出现过秦始皇 我们经常说 咱们历史上有很多 很牛的皇帝 什么秦皇汉武 唐高宋主 但是在印度几千年的历史上 他没有出现过什么 特别牛的皇帝 你也许这个皇帝 可能打仗很厉害 但是他可能他过世了 过之后 然后呢 就是他对这个后世 就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但是咱们国家不一样 咱们这个 汉武帝 这个霸处百家 独尊如数 然后秦始皇搞出来一个 车同文 书同鬼 对吧 就是你虽然说是天南地美的人 但是你看咱们都说中国话 说的话也是一样的 然后用的汉字也是一样的 但是印度他这种国家 他不一样 他可能这个省他们叫邦嘛 他这个邦用的是这个教科书 这是这样的 而另外一个邦呢 这是那样的 他这都不一样 所以说呢 他们没有这个什么苏同文 苏同鬼 这个这种概念 这就决定了什么 就他们这些国家实行政策的话 它是很难有什么特别大的效果的 因为他这个有时候落实不下去 知道吧 他没有这么出现历史上出现这么牛的人 然后对他们这个现代影响很大 知道吧 但是我们对吧 我们出国这么牛的人 问过之后 那真的叫大一统 对吧 谁都想着 对吧 那块石头 对吧 这个叫什么 叫什么寿命于天 寄寿永长 所以说就是在全球50多个国家 记住啊 在全球50多个国家 在全球50多个国家的股市当中 全球有200多个国家 全球有股市的有50多家 可能我们是唯一的 记住啊 我们很有可能是唯一的一个 尤其唯一的一个 跟政策密切相关的一个市场 它不是纯市场化的走向 因为政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政策的威力是非常巨大的 其他的国家 它要是搞个政策出来 可能下面都没人听 你搞你的政策 我说我的 你搞你的 我干我的 它这个落实下去的这个力度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执行度 它都会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我们呢 我们这个特殊的这种 特殊的历史造就了我们这个A股 它就是非常特殊的 它是一个偏政策的一个市场 所以说呢 你看 这一限购 对吧 这市场听话听话 咔一下北交所今天就不行了 北交所今天 在上市场涨的情况 它都不行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你像 接下来的咱们大A 就有可能像这种 对吧 就是说 就是你再涨太多了 再猛 就可能又跟21年限购了 但是我们最近的市场 其实它也不缺资金 一方面你看 中正500A50基金 大发行手势 大卖200亿 招行单价近百亿 只要股市持续上 存款肯定会搬家的 咱们A股一天5000亿6000亿的存交量 现在随随便便都一边5万亿 你要知道2015年牛市的时候 那一天也就是1万多个亿 现在很随便1万多个亿 咔一下给你干个3万亿都很正常 知道吧 还有呢 你想这个什么 这个中正A50 对吧 常外基金两日合金募集了300亿 那么这些募集的资金 将来都是会进入股市的 所以说股市呢 想跌呢 还是很困难的 还是 还是 还是比较比较困难的 而且除了这个以外 你看 今年第三季度 中央汇金大举增持 多支宽金一天 仅四支货人300亿 华雅上振50一天 我就耗置3000亿 看到没有 这就注定了咱们大A呢 它有这个 下面有这个汇金正金的 这个托底 然后呢 又有这些资金 所以说呢 跌呢 也跌不下去 涨也涨不上来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 这个 一个是要等美国11月5号落地 第二个人民币汇率 最近有压力 但是跌也跌不下去 所以说呢 现在就是小盘股 既然只说涨不进去 那就不买大盘股 那就做小盘股 体财股 概念股 体财股 概念股呢 它的这个大涨和疯涨 跟那个也有关系 就是说 这个 这个讲一讲去 还是讲了两个字 政策 我们A股 就跟政策 是有关系的 就是之前呢 很多人买大盘股 觉得稳定嘛 那为什么 最近小盘股疯涨呢 这跟这个放开并购重组 是密切相关的 最近呢 对吧 那个什么药业 并购重组的 腰股 涨了四倍 但你要知道 前期的小盘股 为什么不涨了 因为前期的小盘股 它的估值被压缩了 大家知道 在这个 应该说 在这个2023年之前 那是注册制嘛 你上市 你就随便上嘛 你 到时候 披个马甲 搞个什么财报粉丝 就上市了 没有什么重组 这一说啊 因为我直接上市就行了 我搞什么重组 对吧 何必呢 没有必要 但是呢 现在上市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呢 那有些公司怎么办呢 他就 他对吧 他就重组啊 或者是借壳啊 或者是 这个 或者就是 因为上市比较困难 比如这家公司 本来想上市的上不去了 然后就把这家公司 卖给一家上市公司 对吧 这种情况也比较多 那么他就给打开了 这个小盘股的 这个想象力呀 想象空间呀 对不对 但你要知道前几年可是少的 因为那时候出了 人家就没有必要搞什么重组 还有那个时候是严厉重组的 这个 这有点像什么饮症止渴 就是 都知道是毒药 但是喝下去过之后呢 反正首先头可解决掉了 然后就再说然后的 其实我们前几年的并购重组啊 管得非常严的 因为2015年就这样的 2015年 当时不是牛市吗 很多人很多人他就想减持啊 但是减持我只要找个理由啊 我这没有理由 莫名其妙减持股价也涨不上去啊 怎么办 所以2015年其实并购重组是非常多的 2015年炒体财 炒那个 炒那个 那个 高松软 还炒那个 并购重组 哎呀 重组了 然后啪啪好多个板 然后高位抛了 但是呢 重组过之后呢 过几年 对吧 业绩没有兑现 老板也跑了 啪啪啪跌得好惨好惨 啊 所以说2015年 那个产生了 并购重组 一般叫什么 桑芋 我估计老股民应该知道 叫桑芋 这个桑芋这个东西啊 到时候一简直 夸了一下 这个公司跌没有了 跌得惨不忍睹 所以说呢 在这个吸取经验教训过之后呢 2015年 过之后啊 这个重组是管得是非常严的 哎 大部分都是假的 对吧 那大部分都是假的 当时对吧 华一兄利益 对吧 六个多亿 收购了那个冯小刚的 那个电影公司 那你说他最后产生 六个亿的利润吗 没法 那你说对这个上市公司 影响大不大 所以说以前并购重组 管的是非常严的 但这个放开并购重组过之后呢 就打开了小盘股的上涨空间 我这公司不咋地 我重组一下 我并购一下 瞬间估值就拉升了 对吧 所以说呢 最近这个小盘股啊 明显很强 嗯 这个呢 就要量力而行 打板这个东西啊 它是比较复杂的 这个可能就要量力而行 还有呢 就是你会发现 最近这两天 很多公司发业绩了 但是发业绩 业绩不好 它也不跌 这就是一个牛市特征 你看四川长虫 昨天发业绩也不咋地呀 啪地呀 今天上个板 涨停板 所以说呢 这个咱们大A 这些总体来看呢 还是比较呛的 这股市未来就是长期震荡了 这一段时间之后还能涨 我估计 最起码要震到11月5号 等到老美那边确定出结果 然后我们还有可能 有个第二步 但最近呢 看大家自己选公司的水平了 有空呢 可以过来听听直播 每天早上9点15到11点半 下午1点到3点 就不要忘记 点赞点关注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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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